建議隱藏在台北巷弄內的綠豆蒜吃過嗎? 今天帶大家來到位於北車附近的綠豆蒜置岩鎖 將綠豆去殼後熬煮而成 一種下去能吃到滑順的口感 還能吃到柔軟的綠豆 建議可以添加酒釀更好吃哦 也可以搭配自己喜歡的配料 他們的仙草也是我超推的品項 滑溜清爽的仙草凍 比起外面的仙草凍還要軟嫩 吃起來跟豆腐一樣入口即化 搭配煉乳也很好吃哦 店內環境舒服 木質調的裝潢非常舒適 很適合來這裡度過一個下午 這間就位於台北車站南洋街 喜歡的趕快收藏起來吧 旁邊的設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家店的外面看起来超低调,里面也很小,只有7个人的座位 他们的菜单常常在换,我这次试点日本橘子家炙烧的口味 他们会在你前面表演炙烧冰,看起来超过瘾 那最上面那层是蛋白霜,炙烧了以后多了一层香气 蛋白霜下面还有一片薄薄的前层酥,所以吃起来有脆脆的口感 这次橘子口味吃起来非常的天然,吃起来很清爽 又有点微微的橘子苦味 而且主厨又在冰里面藏了两个秘密的料 让你一边吃,口味会一边变化 So good! Oh my god! 这家店非常受欢迎,很多外国人会来吃 他已经好吃到我每次来东京都会想来试试新口味 大家来之前记得上网预约哦!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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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